大家好,我是阿波,仔细看画面一开始,一位帅气的总裁张三,在办公室悠闲地倒着茶准备来喝 这时,一位帅气的秘书小李走了上来,他走到张三面前微微弯腰并说道 张总,明天同学聚会,通知你了 张三拿起刚刚倒好的茶,喝了一口后回复道 李子,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不要给我造谣,没人会信的 李子接着边点头边打道,该有的尊重还是要有的 张三又问道,明天的同学聚会在哪里聚啊 李子回应道,还是老地方会展民村 张三接着说道,行,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 这时李子恭敬地回复道,好的,我把你明天要穿的衣服准备好 张三对着李子说道,李子,你来 然后把李子拉近,对着他耳朵密谋四处话 说完话后,李子低着头弯着腰,对着张三点了点头 然后直起身并答道好的好的,就离开了 张三随后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口茶 画面一转,一位胖胖的女士猪猪,在刷着手机 张三穿着朴素的服装自信满满走向包间 当他一脸笑容地推开包间的门时 在刷手机的猪猪抬起头就说道 瞅啥呢,没见过美女啊 说完后又开始刷手机 然后又突然转头说道,这不是张三吗 张三走进来一脸微笑,对着猪猪回应道 这不是猪猪吗,好久不见 然后猪猪放下手机站起来一脸不开心 对着张三说道,你谁啊,你来这干嘛呀 但张三还是一脸笑容回复道,今天同学聚会 我怎么能不来呢 猪猪还是不开心说道,同学聚会你就穿这样来的 说这话时手还抓着张三朴素的衣服 然后一脸嫌疾继续说道 上学那回你还追过我的呢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说完猪猪眼神多闪 张三对着猪猪回应道 猪猪,你怎么这样,怎么还学会以貌取人 猪猪有点生气,指着张三衣服 然后回复道,以貌取人 你知道今天来参加同学聚会的都是信什么人吗 然后猪猪双手搅手说道 都是些上流社会的人 然后又一脸傲家的说道 你配吗 张三有点无奈的回应道 猪猪我们都是同学,你怎么这个样子 猪猪嫌弃的回复道 别跟我说是同学,我丢不起这个人 接着指着门口说道 你赶紧给我滚 张三回复道 既然你这个样子,那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了 接着往前走 猪猪赶紧拦住张三说道 给我站住 又指着门队张三说道门在那 往哪走 张三上下看了一下,叔叔回应道 你不欢迎我不代表所有人都不欢迎我 接下来 张三在同学聚会上会发生什么事呢 让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 我是看不出来了 你是看我们这些同学混得比较好 来这来习跑 刚好我这里有点零花钱 拿着这些零花钱赶紧给我滚 叔叔,太老实了 别在这儿跟我废话 赶紧给我走 你干嘛呢 这事 你说这几年你混得比较好 都好 大家都同学嘛 哎,弟弟,你都不来了 都跟你了 走吧 走 对了,都是你言事 你前男友来了 什么 他怎么来了 我可不知道 看他穿了那身 换在鼓子打地 哎,我天 真够给我丢人的 走,胖哥 待会儿看 我好好的整整 哈哈 是啊 我不会 哎呀,我去 就互通了一下 是不是地震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哎呀 西西你干什么 没什么他妈 少多管闲事啊你 西西 这么多年了 我都爱开玩笑 我哪有那闲蝎子跟你开玩笑啊 我说前男友 都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还混成这副鬼样子 不是 我说你干啥来了 西西你怎么也这样 西西你太过分了吧 好歹我们以前也在一起过 你怎么也这样对我 就是啊西西 要是你前男友嘛 今天可以好好去救啊 你给我闭嘴啊 张三 我当时我真是瞎了眼了 我才跟你这种人在一起啊 不是你那什么表情啊 你穿这一身 连我家狗都不如 你还来参加同学聚会啊 就是啊张三 你看看在座的各位 哪个不比你强啊 有确定比我强吗 好了好了 今天是同学聚会 都坐下来一起吃饭好了 哎兄弟们 我现在有点事 我家走了改天再遇 浩哥那你回来啊 哎哎 去去 从你穿那么脏 别坐我旁边 避我远点 大哥 坐我这吗 哎我说这位呀 你看不出来吗 你不适合这儿 西西 大家都同学 太过分了 哎 龙哥 就他穿的拉里拉他的 你还管他干什么啊 不要管他了 张三 看到没有 大家都不待见你 赶紧走吧 西西 就算三哥现在过得不好 你们也不能这么欺负他吧 有钱了不起啊 我们就是有钱 怎么啊 现在这个社会 人格和尊严 都是靠钱 李子 还有你 关你什么事啊 哎 张三 我听说你以前混的不错呀 今天穿这个样子 就算你们今天这样冷言冷语的对我 你们要记住 人是有体负的 你跟我俩在这做事呢 啊 哎呀 大家都听听啊 这文采 是咱们都比得了了吗 小张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社会吗 你说 我听听 那你给我听好了 当今这个世界没有钱 没有权 谁跟你是同学 谁跟你是朋友呀 朱朱姐 你说的对 现在这个社会呀 人格和尊严 都是靠钱买来的 你放尊重点 张三 张三 你看上市了 你知道西西的车多少钱吗 张三 你知道我这个车是花多少钱买的吗 多少钱你说 三百多万 你回头去找我公司去取 给我在这桌子没有钱人 西西 你太过分了 你给我闭嘴 要不然我连你一块打 太过分了 实在是看不下去的 龙哥 你别这样跟我说话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福顶公司的总经理 你那个项目是不想签了吧 哎 龙哥 你那个项目想不想签 我给你个机会 你呢 我来打他一巴掌 明天我立马给你签 怎么样 你飞不住了 好 龙哥 明天我就给你签了 哎 西西 您的钥匙还能找他赔呢 对 现在给我赔钱 西西 大事 出镜金团董事长 你疯了吧 我可是福顶集团的总经理 他是董事长 那我就是董事长他祖宗 警察 你给我打电话 把分公司 傅西西的职务撤掉 好 喂 我 那个 今天董事长 你把分公司 叫傅西西的给我开掉 来 你电话 喂 什么 我被开除了 为什么呀 董事长 董事长 是我狗眼看人帝 我不能不要这份工作呀 董事长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好不好啊 董事长 你 你 你 告诉你们 人在认识 都不能忘了 这次董事会 让我客户明心 人 不不不归 不是靠外边的 我们一个成功 都不能穿不起 尽恨美 你看 尽到的光 中文字幕——YK